见证历史了 世界飞誉潘展乐在游泳世锦赛男子100米自由泳比赛中 以47秒53获得冠军 宁泽涛之后 时隔9年中国健而在登顶 简单说说这枚金牌含金量吧 虽然之前宁泽涛拿过这枚金牌 创造了黄种人的历史 但是潘展乐含金量更足 因为他之前已经刷新了世界记录 也就是说在短字项目中 他已经是中国历史第一人 如果说自由泳50米对标田径室内60米 那么白米自由泳对标的就是田径100米 所以我们要拿苏炳天来对比了 苏炳天破的是亚洲记录 这样一来打破世界记录潘展乐 甚至可以和创造黄种人奇迹的刘翔比一比了 当然这只是简单的类比 不分高下 只要知道这枚金牌含金量够足就行了 回看这场比赛 潘展乐在最后15米从第四到第一 太夸张了